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表示 在电信服务恢复准则下 电信公司有责任确保在服务中断时 受影响的用户不超过500人 但是新电信没有符合这项规定 新电信除了使用未经批准的焊枪 电缆室内还发现了可引发火患的物品 虽然新电信的网络设计大致上符合国际标准 不过使用火焰和铅进行密封工作的做法过时 而且危险 并不符合业内标准 由于服务中断的导音是新电信员工失误 因此被重罚600万元 新电信在截至去年3月31号的财政年 取得净盈利36亿元 和新电信同样使用五级班让电信转博站的 开通网络公司服务也因为火焰而中断 资讯局认为 开通网络公司没有快速地恢复电信服务 例如及时和主动地展开联合调查行动 导致服务中断的时间延长 五级班让转博站的业主CityNet 也因为程序上出现疏失而遭罚款 当局认为CityNet没有妥善维修和操作通讯系统 此外当局也发现CityNet在批准热工的程序上有疏失 三家公司接受当局的调查结果 并承诺会加以改善 新电信将会取消热工的程序 并加强防火设备 例如在电缆室内安装自动灭火器等等 CityNet和开通网络公司则会加强监管接活站内的维修工作 和强化业务持续性计划 有分析师指出 需要给相关公司足够时间落实新措施 当局也在今年初开始 就我国的资讯通信基础设施的应变能力展开检讨工作 其中就包括固定电话线和宽屏的电缆网络 检讨工作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完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